你见过真正让人血脉喷张的比赛吗 即便不在现场 也忍不住的要帮忙加油打气 因为这是巨石强森举办的平民选秀节目 今天对决的是艾瑞克和诺亚 他们分别是米国的空军和陆军成员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是亲兄弟 要比赛的项目是大力神之物 他们先要在金字塔底端利用上肢的力量 抽出两根45公斤的银色铁杆 接着爬到上方进行力量的角逐 直到自己一方的铁杆撞击到后方的铁牌就算胜利 巨石强森有幸请来了空军和陆军的现场助阵 这已经不单单是两兄弟之间的比赛了 更像是两个军种之间的对决 话不多说比赛直接开干 身穿红色衣服的是哥哥艾瑞克 而蓝色衣服的则是弟弟诺亚 弟兄俩看似单薄的身体竟然有如此的爆发力 短短的十来秒就将两根银柱全部抽了出来 此时经验老道的艾瑞克率先掌握先机 一上去就狠狠地把金柱抽出一大截 好在诺亚反应及时死死的报警柱子 就此男人之间的对决也正是拉开帷幕 这也算是比较另类的拔河比赛 因为根本就看不到对手 也不知道对方何时发力 这也像人生一样 总是要面对着未知的挑战 诺亚现在也只能被动地防守 等待逆风翻盘的机会 可艾瑞克根本就不给弟弟任何喘息的机会 就在他想结束比赛时 诺亚竟奇迹般地又将金柱拉了回来 这才应该是男人该有的样子 这才是军人该有的身体素质 诺亚永不言败绝地反击 然而比赛远远没有结束 兄弟之间的竞争给现场带来不一样的视觉震撼 在两人多次来来回回地拉着后 老当一撞的艾瑞克也是用尽浑身解数 比赛再次发生反准 艾瑞克一点一点蚕食着金柱 诺亚此时只能卷着身子死命防守 就当胜利的天平再次向艾瑞克倾斜时 现场的陆军军官也欢呼了起来 就差一点 这次就差一点点结束比赛 然而比赛再次发生反转 诺亚直接干报肾上限速奋力反击 把现场的气氛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此时的艾瑞克也因为脱力掉下高台 掉落的艾瑞克也没有第一时间放弃 再次返回到高台上拼命想搬回局面 但是现在已经无力回天 以他现在的姿势也只能防守 此时的诺亚已经势不可挡 而艾瑞克也依旧不轻言放弃 终于结束了这场艰难的对抗 只是用了几分钟的时间 两人几乎耗尽了一生的力气 这才应该是男人之间的游戏 本来有一个人感觉 就要想起来